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就是这个带电的例子呢 在一个磁场里面 那他的运动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堂课呢 开始我们就先来看几个例子 就是说在历史的观点里面 其实带电的particle 在磁场里面的情况呢 算是科学史上面的一些大忌的部分 那有几个 那一个是1897年 JJ Thompson 那JJ Thompson 他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他把E over M的值 把它给计算出来了 那这个实验的话呢 是你们平常 这个 当时在1897年的时候 其实是不知道电子的存在的 那不知道电子的存在的情况之下呢 那在JJ Thompson 的实验里面的话呢 是他做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微粒 他把这个 J Thompson 的这个实验里面 把这个particle呢 不叫电子 就是微粒子 一个很微小的粒子 那这个微粒子的部分呢 是从阴极射出来的 那这阴极射出来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他的实验 是在一个阴极射线管里面做的一个实验 那因为他这个粒子 是从阴极射线射出来的 所以他把这样的微粒子 叫做阴极的微粒子的部分 那我们注意来看一个阴极射线管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这边会有一个 这个濕 那这个濕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会加一个电压 那到某一个地方 那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这一个电压是供应这个电阻丝呢 是要让他加热的部分 那加热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电阻丝让这个加热了以后的话呢 那有电子跑出来 电子跑出来最好的话在这里 又有一个加速的电压 给这个电子往前跑 所以一般这边还会有一个加速的电压给他 OK 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加速电压 那这个是加热的电压 那电子一旦射出来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在这边就有一个点 那这个点呢 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它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在这个阴极射线管里面的内部 有一些些的荧光物质 把它涂抹在这个内部的时候 当电子打到这个荧光物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在外面看到这个是有一个点 这就是你们实验室里面看到的阴极射线管 那在这个阴极射线管里面 我们平常为了控制 控制这些这个电子的方向的部分的话呢 我会在这个中途的地方加两个厂 一个是电厂 一个是磁场 那电厂的部分呢 我在这边加了一个电厂的部分 正负 那电厂一加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电子 你这边正电位 这是负电位的部分的话 电子就会往上偏了 OK 好 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如果我这边是正电位 这边负电位 那电子就会往下偏 这是电子可以上下这个 上下偏转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会在这里面加一个磁场 OK 那如果我加了这个磁场 V的部分的话 加在里面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 电子的速度是 V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V close V 那我们看到它所受的这个磁力 VV啊 是等于QV close V 所以Q现在是负的哦 那原先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它是从这个阴极射出来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 V close V以后 Q值是负的 所以它受到一个向下的V OK 所以你改变 改变这个磁场的大小 跟上面的电场的情况 我可以调整 这个整个电子的这个上下的移动 任意我要怎么调都可以 那常常在阴极射线管 我的平行板 除了上下以外 还会有一组平行板 是左右的平行板 那左右的平行板 就会让电子是左右能够扫描 上下的是上下扫描的情况 所以两组平行板 那加了电场方向 OK 跟一个磁场 那我就可以 把这个阴极的射线 电子的位置打在这个萤幕的 的任何一点 就是这个点 任何的一个位置 好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说这个F1的话 就是Q乘上E的分 那当然这两个要形成平衡的时候 我们马上V跟V是平衡QVV 因为它是垂直的部分 那两个这个F1V跟F1的笔子QE的笔子QQ消掉了以后 那当它相等的时候就是这两项相等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这个点 不会任何的偏向 就在正中央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把我的速度算出来 速度V的部分就是V 1除以V OK 那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说这个速度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我这边会有一个加速的电压 那这个加速的电压的伏特数目 实际上就是提供电子的动能的情况 所以电子它的速度V就等于 根换号 2EV除以N OK 那 那经过这两个关系式以后 你马上你看到了 就是 2倍的EV除以N 就等于 E除以V 2倍的平方 1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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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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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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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它得到了e over m的底值的部分 那因为它的值非常的小 它的值只有 这个值大概是1.758 乘以10的11次方 库仑KG不一的部分 所以这是在1897年 在Thomson所测量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很清楚的一个看到的就是说 我这个微粒子 其实可能质量很小的一个particle的部分 那这个微粒子到底是什么微粒子呢 实际上是到了15年以后 minigran oil drop的实业 minigran的油滴实业 所以把这个e得出来以后 minigran油滴实验得出e来以后 那你才得出m值 那才真正的知道说 原来我们讲的微粒子的m 是我们现在所知道大概是9.1乘10的 不大kG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电子的particle 那你们在实验室里面 你们会做这个实验 那还有一个实验就是我们讲的minigran oil drop的实验 在实验室里面也会做 OK 那minigran油滴实验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那它其实实验的装置就是一个比这个饮料罐还要扁 然后比这个饮料罐还要扁 大概大一点点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因为主要你要看到油滴 所以它的直径大概差不多10公分左右的一个 OK 那我们就把它我们剖面图看出来的话 它是一个圆形的 那一个枪的部分 那这两片呢 这两片呢是 大概的时候是大概是金属片的部分 那那个罐子的旁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壁呢是一个绝缘体的部分 那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挖了一个小洞在正中央的地方 挖一个小洞 那这小洞要干什么 小洞要用一个喷嘴 小小的喷嘴就是让你们那个 那个什么 如果有玩照相机的人的话 现在好像都不玩照相机 那照相机你们在喷 把它喷一喷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灰尘就会 因为空气的关系会跑掉 那个小小的一个小的喷嘴的情况 那那个喷嘴呢 把它装油进去 装什么油 装细油 就是那个 silicon 或者是 妈妈的缝衣针 缝衣车的车油 针车油 那最重要的是 你那个也是老古董的东西 你们也大概可能也没个 有人没看过缝衣车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油的部分 最好的情况之下是 你经过这个喷嘴 喷嘴的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 很有细细的 然后这个 一个 这是一个塑胶的 油经过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跟这个喷嘴 因为摩擦 以后 喷出来 最好是 很细很细的 一个的油滴 然后 还要带电 因为它摩擦 那摩擦就 油就带电 那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油 喷到这里面来 这就是油 喷进来 那这边就有很多油啊 那因为很细 你看不到 所以你在这边 就挖一个洞 这个墙壁上就挖一个洞 然后呢 这个洞呢 就给一盏灯照上去 OK 那油滴因为灯的照射以后就 一闪一闪亮晶晶 那你还是看不到 那用什么看 用望远镜去看它 所以 你在 另外一边 这个垂直的位置上 你就用一个望远镜来看 那这实际上 这个在望远镜里面 你看到的 就是一格一格的隔线 OK 然后就有一滴 一滴的油滴 那个油滴是黄色的 很亮 OK 他 在这个实验里面 你就看到有很多油滴 然后就 降下来 因为它会受重力下降 对不对 那基本上面 我们要在望远镜里面 找到 那个油滴是等速度运动的油滴 那为什么它会等速度运动 因为油滴下来的时候 它会受到动力的作用 对不对 那油滴它有 跟空气有阻力 所以它会受阻力 所以最终 它是一个终端速度 这个终端速度的话 就是constant的 OK 这个是终端速度 好 那怎么知道它是终端速度 你大概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走一格的时间是多少 走两格时间多少 走三格时间是多少 大概就可以判断 这个油滴已经达到中端速度 那最重要的是 你抓住了它的 抓住这个小油滴以后的话呢 那开始 你就要玩它了 怎么玩 这上面是加了一个电压 一阵一阵一阵 VAB 这是A版 这是B版 所以 你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已经等速运动的油滴的时候 我要抓住一颗油滴 因为这边这么多油滴 只要抓一颗油滴 让它怎么样 让它静止 静止的意思就是说 它手受的重力 跟这个油滴 它手受到的电力 它们之间达到了平衡 它等于 那 好 那你就来看看说 你加的电压是多少 你加的电压 你可以知道 这个油滴的Q 然后M G 之间的关系 OK 这是 整个实验 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 最主要的是 这里面你实际上 已经应用了蛮多的一个关系 一个就是你的空气阻力 一个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 它所受到的电力的部分的话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油滴的质量 小小的油滴的质量 MasN 实际上是三分之四πR平方 乘上它的密度的部分 OK 那 这个 这个 密度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 跟这里 MasN 你已经知道 密度我们是 油的密度 我就已经知道了 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从这两个关系里面 我可以知道 我的Q OK 是等于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然后Zo OK 然后G 然后1呢 电场1 因为它是一个平行板 所以 AB 是等于 E乘上 这个 L 所以我们1的部分呢 就是等于 VAB 除以L 所以理论上面 我的电荷的charge 我实际上是可以 计算出来了 那除了 L我已经可以测量 VAB可以测量 G我已经知道 Roll已经知道 就是你的R值 你不知道油滴的半径而已 那油滴的半径 怎么去求 油滴的半径 最重要的是 你就是用 你的摩擦阻力 跟你的这个重力平衡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一颗油滴的半径是多少 因为你的摩擦阻力 F1 我们在之前 我们有学过就是这个整个摩擦阻力的部分的话呢 那当我的摩擦阻力跟我的MG层比例的时候 相等的时候 那就是我的终端速度就得到了 OK 你就已经得到终端速度了 那我又可以知道 F 这个摩擦阻力呢 只要它是球形的 那我就 可以知道 它是等于6Pi ZO 这个ETA RB 这个是stock OK 这个是摩擦阻力的关系 这个ETA的部分的话呢 是连质系数 这个连质力的连质系数 所以 从这里 你可以去求出 R 因为V就是我们的VT OK 所以你VT 知道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R求出来 换句话说 R的值 是等于6Pi ETA VT 所以 你把它带进来 那我们的Q值就知道了 那在米尼坑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他把每一颗油滴 的R 他抓住了某一个中端速度的油滴 然后去玩这个油滴 看看他的这个静止的时候 他的电压是多少 然后去求出Q值来的时候 那 这是 这是 第几个Number的油滴 那我们说 第一个Number的油滴 你去算 Q值出来 我说 R 那是这么多 那第二个呢 他看出来说 是这么多 第三个 他就测出来 是这么多 第四个 第四个 测出来 第五个 他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是Q 他说 他做了很多实验以后 他发现 基本上面 这个Q值啊 是某一个 值的倍数 这个值 这个基本量 就是我们的 这个电荷Q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了 Minigun的Oil Drop的实验 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他得出了 这个电荷的 这个基本量 那每一个 他所得出的 油滴所带的电量 是 一个基本量的 N倍 所以这个Q呢 就等于 N1 这是我们看到的 Minigun Oil Drop的情况 那句话说 E0 如果一旦 得到的时候 你就得到N值了 所以 在这个点上面 Minigun的时候 这个实验 15年以后 把这个 这个 电子的 电量 求出来了 那也间接的把电子的质量 也求出来了 那我们也一直相信说 一 就是所有组成 这个物质的最小的电荷的单位 这是在整个历史的发展里面 一直到夸克理论的出来的时候 才真的在把这个概念 再有一点点的再重新洗刷说 其实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的电量 并不是1 而是6个夸克 那这个就是6个夸克 那这6个夸克呢 是U夸克 D夸克 S夸克 C夸克 跟B夸克 跟D夸克 那每一个所带的电量 这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负一 这是三分之负一 还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负一 和三分之二 这是它带的charge OK 那换句话说 物质的组成 是6个夸克所组成的 这件事情 才另外一个思维才出来 那接着 就是到底这6个夸克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真的存在 从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就衍生到 这里面衍生到的就是 OK 核子物理 或者是 这是原子核的物理 或者是 基本粒子 elementary particles 所以我们在讲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是什么 那就是其他的 很多的 到的高能物理里面所要谈的东西了 那接着这些东西 原核子物理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要谈 那基本粒子的东西也有很多要谈 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就去问那个郭文权老师 他可以跟你们讲一些 不要问我 因为我不是学这个 那这里面呢 我们以前说学物理的人呢 头脑最好的就是学高能物理 学完以后呢 最没有 前途的 就是 学完以后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工作 因为他头脑最好 都是一些理论的东西 最没有前途的 就是去学高能物理 最好的物理学家 是去学高能物理 那你如果发展了一个理论的时候 你要拿诺贝尔奖 虽然很有希望 但是要有实验的证明 OK 所以基本上面 这是一个物理的一支里面 那我们 我们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都谁 所以我们 在这个物理管里面的话 大概 不安全老师他是属于高能物理的老师以外 其他人都不接触这方面 对 我们研究的都是 Condensed metal 它能量不高 所以呢 叫做低温物理 或者是中低温的部分 物理的部分 那所谓的高能物理就是依照它的能量 Energy 去 去分辨 这个物理所研究的Energy的范围 OK 那你现在看到欧洲共同加速器 在那边撞来撞去的话 每天花费的那个钱是非常恐怖的 那一个国家是养不起 所以有好几个国家一起养一个这个粒子加速器在那边 希望撞出一些宇宙历史的企业的东西出来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 这个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刚刚出来这个六个particle的理论 他们叫做六正道理论 OK 就好像那个中国的太极 六个正道 他们画出来就可以画成类似中国的太极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物理是有很多地方好玩的 那 这是一个的部分 好 好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你已经知道 你从这里面看到 其实都没有高深的实验 但是它 求出了很重要的物理量 但是这里面都是诺贝尔奖 所以今天已经有两个诺贝尔奖跑出来 OK 所以有很多实验是要拼创意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知道 例子 电荷在这个磁场里面的运动 那电荷在磁场里面的运动 我们都是只单一个电荷 然后去考量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平常在使用的导体 它的charge是什么 一个整个导线里面是 很多的charge在分布的 所以接着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 到底 OK 这个作用在一个导体里面 它的force是多少 那首先我们就会考量是一个载流体 那这载流体就把这个 这个导线的一节把它拿过来 那这个载流体呢 它的长度 如果是L 那我们说把它放到磁场里面去 那把它放到磁场里面去的话呢 我们刚刚在上堂课之前的话 就是说 假设这个电流是这样子流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流 就叫做J J就是电荷密度 就是单位面积所通过的电流量 OK 那我们看 假设这个 这一根载流体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把它丢到磁场里面去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 我说上面是有charge 那这个conductor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面在导体里面就是 Eletron在导电 即使Eletron在导电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负值 负值的话 它会跟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的velocity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charge 在这个导体内部 我们现在我们把它分析一下 我们就看到了它受到的力 是等qv cross b ok 那v cross b q是负的 所以它的力 是朝上 ok 所有的Eletron 都是这样子的 即使是飘移速度 你都是常 所以我们看到这根导线 它会受一个力 往上提 那 你会看到这根导线呢 可能就是被提成这个样子 ok 它就往上提了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我们看到它受力了 就是 你看到的一个 跟实际上 在实验室里面 很容易做到的一个 一个物理现象 那我们仔细把它分析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的速度v 跟v是垂直的话 那我就马上我看到的是 就是 f v 实际上就是 q v v 这是你们都知道 假设我现在不是一个导体 这个东西 是一个半导体 那半导体的话 maybe 它的 carrier 就是 载流子 它是 然后就是电动 电动的话呢 是什么样子 电动的话就是 好像 正的particle 在传导 对 同样的 J 的电流 在这根导线里面 然后 同样的 磁场 外加磁场 跟隔壁都是一样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charge 来讲的话 这个hold 来讲的话 它的速度v 是跟电流的方向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它所受的力是怎样 一样的 一样的啊 我说fb 是q v cross b 所以 v cross b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个事实 这事实告诉你什么 不管 你的carrier 是electron 这个carrier是electron 或者你的carrier是haw 这根导线 或者是这根载体的部分的话 在磁场里面 全部受到一个什么 潮上的力 OK 那种了解吗 好 所以从 潮力 这个载体 这个受力朝上 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 里面的载流子 是正电荷在传导 还是负电荷在传导 这样了解吗 那 我很明白的 我说 好吧 那我就 周延起见 我就说 假设 我这里面很复杂 又有电子 又有电荷 又有电子 又有这个haw的话 那我说 这是N1 N1 就是每单位体积里面 有N1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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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知道 实际上 我的total force total force 应该是这两个把它加起来 那就是Q Q1 然后V1 然后V 加上Q2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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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total的Q是多少 totalQ不是只有这一个而已 现在有多少个定值 是N1乘上它的体积 体积就是面积乘上截面积 A乘上L 所以实际上是有Q1是多少个 Q1是这边一共有N1 A然后L 有多少个Q1 一样的是N2 A L 一样的长度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把它两个合起来以后 我的Force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我的total的Force是等于N1 然后Q1 V1加上N2 Q2 V2 然后呢 乘上 A L 然后Q1 A B 那这个值 基本上就是我的Current density 这一值的大小 这一值是等于N1 这一值就是单位面积 所通过的电流 那单位面积 它的电流就是N1 OK 然后Q1 V1 然后乘上A 然后乘上A OK 这是加N2 所以这个就是J 好 那你已经知道这个是J了 对啊 换句话讲 这个呢 J乘上A 就是R 所以Total的Force 的部分 两个的一相加 这两个一相加 不管是哪一个Carrier 我Total的Force 因为那边已经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的TotalForce的部分 就等于I I 乘上L 乘上B OK 因为这是等于I 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J 到这个地方是I 乘上A以后是I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TotalForce 你已经看到了 I乘上L乘上B 那你得到I乘上L乘上B的结果的话呢 最重要的一点 我说原来的Force 是一个向量 那你现在 你得到一个存量 还不足以表示 最终的结果 我希望它是可以表示成 F的情况 那F里面 I LV 这里面 I一定是存量 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B是向量 但是 你可以看到 Force跟B 其实是什么 Force跟B 实际上是垂直的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说 J和I 就是 J和L跟F 这个Force跟B之间 的关系是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一下 假设我把 电流 J的方向 是不是就是我的Force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 J的方向 假设我这边是写J 单位面积 J CosB 然后L放进来 我也可以这样写 对不对 但是在物理上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平常看到 就是你测量到 电流是多少 那我就会把 L 这个原来只是长度而已 把 电流 I的方向 也就是J的方向 把它放到 L上去 然后写上 L CosB 这是我们在物理上面 常常用来表示 整个导线 它手受力的方向 就是我们的L的部分 和L的部分 它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电流的流的方向 然后CosB就是我们的Force的大小 那这个你知道了 这个你知道了 也很简单的 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放进来的 全部东西我们的J 也就是我们的I 电流I的方向 跟V的方向是垂直的 那如果我把它放成有一个角度呢 那这里面的Sine Theta 就会放在这里面来咯 这里面会多了一个Sine Theta 所以CosB的位置 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现在你的I 跟L 全部通通是同一个方向 假设 我现在L不是那么单纯一直线 我说它是 假设这个导线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请问 它手受的力是多少 那你就要把 一节一节手受的力 全部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你的Total Force 那在这边 这一小节的力 很简单 我说我这边的话 如果假设我的电流I 是这个方向 那磁场 V的方向 那我可以看到 那L CosB 这边是 Force朝上 没问题 这边也是Force朝上 也没问题 那这边呢 同样的情况 你把它分辨出来 每一个 L D 只是朝什么 镜像 那这边的Force 这边也是镜像朝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 全部要把它加总起来 那把它加总起来 很简单的 但是你现在 你把这个关系是 每一个小小的都叫做DL 的小的 Current Element 它所带的电流都是I OK 它在磁场里面 手受的力 是等于DF 这边也没有问题 这个小小的Current Element 那在磁场里面 手受到的力 那我们把整个东西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你把它取飞飞 就是你的Total Force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呢 给你们回去 做一个练习 你们到第几组了 第五组是不是 第六 现在是第六组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第六组的题目